这个文章呢,我没有看到这个家伙完蛋的准确时间,是什么时间,叫做周荣亮啊 比较特别的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呢,他是谁啊,他是哪个县的,县委书记好像是 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副书记 发生在他身上比较离奇的事呢,是 你看,这个他本来就是管这个什么的,但是没搞好 他正在那里搞黄身,扫黄的就把他给抓到了 这里有介绍,是吧,这个比较然离奇 我觉得这个最离奇的,他这个标题是说什么呢 标题是黑白通吃,我看了半天我不知道黑白通吃是啥意思 到处裂焰,最离奇的是这一段描写 就是,看上一个人,秘书呢,立即就明白他啥意思 你说这个秘书 我们纳税人养着这些个人,天天在研究啥这是 在这里面,这一段描写 这个秘书立即就了解他心思呢,就找他的这个 那个女人呢,是他下属的这个棋子 立即找他的下属,跟他下属谈,谈一谈 谈完以后下属就把老婆送来了 嘿 然后大家都升官发财 你说这个离奇不离奇啊 你想这种事他要构成,他多困难呢 你怎么好意思开口啊,这个事啊,对吧 现在秘书现在知道这个事,先同意 现在好像都秘书都不用说,都知道这个事要去这么办 是吧,跟那个他的下属还得也要开口说 这个怎么开得了口,是吧 说完了以后呢 下属的这个太太 哈哈哈哈 哇,烂了都烂了